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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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追溯到资质通建诞生的时代 北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内有鸡贫鸡弱 外有强敌环似 搞一搞富国强兵的改革 怎么就不应该呢 怎么大家的反应就像天要塌了一样呢 就算司马光那批老臣都是老顽固 到此也都是冥顽不晃 但像苏氏苏哲兄弟这种脑筋灵光的年轻新锐 怎么也都跟在顽固派后面起哄呢 当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寻着历史的草蛇灰线 一路寻到商阳那里 商阳带给世人最强烈的震撼是 富国强兵既然并不很难 只要把激励机制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咬到病处 这就意味着 作为管理者而言 无论治理一个国家 还是管理一家公司 核心任务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设计一套激励机制 只要这套机制设计的好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被这套机制自动驱赶到 你想把它们驱赶到的地方 比如通用电器公司发明过一个很流行的末位淘汰制 捷克维尔奇称之为如何建立一个伟大组织的全部秘密 这个秘密很有数学上的简洁之美 简言之就是在每一个考核期间内 把业绩倒数的10%的人员果断淘汰 这个非常的残酷 但是很高效 这个管理秘方就像商阳的更战政策一样 简洁而高效 也一样遭到了无数人的口诛笔伐 现代人如果想对商阳变法有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可以去那些实行末位淘汰的公司上一年班 其实我们真的很有必要从公司模式来理解古代社会的国家模式 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一家盈利性组织的话 目标呢 也很简单了 无非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谁的利益 但很简单 谁拥有这个国家 就是谁的利益 早在宗法时代 国家的所有者要涵盖各个等级的贵族 而随着宗法纽带解体和集权模式的成型 国家的所有者越变越少 到了战国时代 一个国家的全部所有者 基本就是国君和很少量的元老贵族 那么以秦国为例 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 对于秦国的大股东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然是活下来保全家业 这保全家业的办法是什么呢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只有把对手都消灭掉 自己获得了垄断地位 才是最安全的 当然也是最有利的 这和自由市场里边 公司之间的竞争思路一模一样 公司呢 要想保持竞争力 必须找到一个 推动公司运行的 动力澎湃的发动机 在这一点上 山央设计的发动机 就是战争 让战争推动一切 让一切为战争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啊 秦国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 都围绕着战争进行 为战争提供保障 同时也被战争调动起来活力 各种内部矛盾 都很容易在对外战争 带来的紧张气氛里 不必特意处理 就自行消解 整个国家 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 每一个国民呢 都是这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分支 叫做战争经济学 而如果这个细分领域 供奉一位祖师爷的话 商鞅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商鞅还把秦国国民 变成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 只知道 种田打仗赚取相应的提成 对至亲骨肉横眉冷对 对顶头上司无限盲从 所以秦国人很容易就心往一处想 劲呢 往一处是太让管理者省心了 今天我们依然很容易看到 人的知识 见识水平越高 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 比如越多趣味 中学生从来都是高度一致的 哎 照着排行榜买书看书 博士生呢 就各有各的偏好 你看你的书 我呢 看我的书 到了博到这个层次 排行榜就毫无参考价值可言了 我们必须想到 古代没有广播电视报纸 大国要想塑造全民的国家认同感 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要做家法 不如做减法 兴办教育 不如打击教育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致力于把天下变成文化荒漠 成效非然 如果秦朝可以尝试九安的话 或者汉朝百分百做到汉成秦治 继承秦朝的文化政策的话 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偏偏汉朝为了证明自家政权的正当性 在容易做的地方 总想刻意和秦朝相反 所以努力去搞文化重建工作 而文化 一旦重新生出萌芽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文化自觉 再想搞愚民政策 就不容易了 文化自觉 同时也是人的自觉 人会因为文化的缘故 意识到自己是人 而不是罗斯丁 得到官方认可的儒家学术 又偏偏很会强调人的共情能力 各种推挤击人 所以当社会再需要富国强兵的时候 人们难免担心 富国强兵的代价 会不会是人将不仁 牺牲全体国民的人性 为少数人谋福利 这时候再回顾商量变法 会觉得这一剂猛药 虽然确实让秦国野蛮生长 但以秦朝这样的大帝国 竟然两代人就盲了国 真是前阻未有 触目惊醒 这个该怪谁呢 显然要怪商用医乱用虎狼药 这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 也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答案 因此后世中国历史改革变得让人畏惧 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 关于商鞅 我们就讲到这里